很多人有车子有房子 你想要拥有一艘自己的游艇吗 当然以前这个想想就好 因为这是有钱人的专利 动不动上千万 而且出海也不容易 不过今天立法院 传播法三读过关之后呢 以后很容易了 只要传真或是报备 就可以出海 因此业者准备推出 这个比较阳春便宜的小游艇 只要三十万就买得到 说起来轻松 买车有停车位 三十万的游艇买来停在哪呢 从住家阳台就能欣赏 海上风光 还有专属的游艇停靠区 建商的靴头 现在不只是有钱人专利 传播法三读过关后 全台海岸大解禁 就算以后你家没有地方 可以停放游艇 只要你有钱 传播法通过之后 你就可以在附近的港口租用 像这样子的一个停船位 好好停放你的爱船 像是基隆八斗子 基隆港 台北港 龙洞 全台二十几个港口 全面开放让民众停靠 全世界现在都开放海境了 只有我们台湾就这么保守 以往游艇产业有诸多限制 有钱人才玩得起 像是出海 得排队提出申请 船只得接受检查 有船不见得 能出海 但以后只要透过船针 email 或者是现场报备 就能出海享受 害掉乐趣 重点是 要晋升有船阶级 只要三十万 就买得起 孝心游艇 开着自己的游艇出海玩 不再是遥不可及 但新法也提高法则 像是小游艇 只能搭载两人 一旦发现超载 可处一万五到十五万把金 最新华明星 嘉宇台北 三方报道